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羅密西沙的冒險 復活血神RS的冒險 那今天來做一下就是財寶洞窟的開箱 還有就是海賊洞窟攻略還有開箱 那還沒訂閱頻道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復活血神轉蛋冒險還有攻略 那最近一直刷那個SS Ward 刷到戰力已經35594已經快要到3600 那你在右上角選擇你可以點這個玩家資訊 點進來之後你可以看到你的總戰力 像現在總戰已經725000多了 快要到100萬啦目標是100萬 那現在已經72萬多了 增加了很快 這個還可以看到這個武器專精等級 你可以在這邊看 就是你的武器啊各種因為他會有一些傷害的加成 所以武器專精等級記得要練一下 好那這個之前有跟大家講過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到那個 洞窟啦 首先講一下這個就是 活動的話有這個藏寶洞窟嘛 藏寶洞窟的話就是你要去就是打開他 打開他的話你就是要去換那個 就是有那個傳聞嘛先去換這個傳聞 換了傳聞之後呢就像這個就可以去打開了 什麼勇敢什麼什麼海賊 就是他就可以給你打開這樣 他打開之後呢你就可以 你就 直接去刷反正這個沒有這個是沒有經驗值 沒有經驗值的所以你就隨便派一隊 你最強的隊或是什麼就可以了 因為他是沒有那個 可以 經驗值加成就是當作去練一下 技能或什麼就好 現在玫瑰穿刺我看一下打一下九千多 九千九百多快一萬 他這個還會有他的 海盜的專屬音樂 其實好像還不錯聽 有點洗腦的歌 海盜的音樂還蠻吸腦的 藍海盜 然後他就會 西方寶藏他就會告訴你什麼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拿著指南針 他說西方 西方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西方的這個 出來 然後接著我要進去的話我就可以就是 用那個指南針 我必須要去換指南針這邊可以換 就隨便換個幾個好了 換個指南針然後就可以去打了 這個也是沒有經驗值的所以你就是 能刷就盡量隨便派一隊最強的就好了 原本想說可以練一下落對接也沒辦法練 他就是沒有經驗值 這個是海盜洞窟啊 還不錯啦我覺得還蠻有意思啦 但是因為最近的活動實在太多了 我最近也去刷那個就是 那個 龍捲風那個叫什麼那位 黑黑的那位 最近有開一個新塔活動 去刷那一隻 太多新角太多活動了 還有就是那個七英雄也出了 新的角色啦 告訴我我妹妹大趙雷竟然練到滿等了 妹妹的招式好像都練到滿等 你看這個沒有經驗值啦所以你就隨便派一隊就好了 因為都無所謂了這個 打完之後他好像可以繼續往上挑戰這樣 這就是可以一直刷啦 喔他的那個給的那個鑽石才給蠻多的所以你就是有空就盡量刷這樣 每個好像都可以刷 刷 反正感覺不會太難啦 那個 玫瑰穿刺 喔15000多啊 15806啊 剛才打出15806啊 那個 綠毛他的戰力果然是越練越高他的那個 攻擊力越來越高啊 綠毛真的他的招式很強啊 那有些人就是之前有留言問說要不要繼承那個 什麼天地無用啊什麼的 好像 反正就是 欸 我忘記在留言還是在 在不知道在講什麼 反正 就是呢 欸 我是 直接就是使用大招 大招把他覺醒兩次我覺得更好用啦 所以我都用大招 我看一下這個藏寶洞窟呢就是 可以一直往上打 大致上是這樣我就應該不用一個一個跟大家講 反正大家都會去打 這個都可以打 鑽石好像不一樣多啊 看一下這個 就是他每個他有四個洞窟嘛然後他會有不同的寶藏這樣 他其實 都大同小異啊 所以今天應該這個就是簡單 講過大家應該都知道 等下唱歌了 10395 這是海盜的歌啊 綠毛給他擺前面清很快啊 這個是陣型式獵人變位 反正 幾乎就是讓綠毛先出手就是秒對方 他連那個小招都可以打4000多啊 他連那個小招都可以打4000多啊 他這個就會再開一個新的藏寶窟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去刷一下那個寶藏好了 這邊就有一個 開了一個新的寶藏窟 北方密林 就是有東南西北嘛 剩下一個就是南那這個大概是這樣 旭哥自己自己把它刷完就好了 那我們就來刷這個 財寶洞序啊 我們來刷一下黃金的財寶洞序 看看刷到什麼 我有7張耶 我靠不錯喔 來刷一下 這是有 這是有蠻多新的碎片 像科蒂莉亞的 然後 諾維爾的 賈米爾的 然後 西弗 卡特麗娜 然後 蒼蘭 杜珠 雅凱撒 還有這個 艾夏 我的真愛艾夏 艾夏這邊有 我們看 看會不會常說到艾夏 那我就用一隊最弱的隊去好了 用這一隊好了 他這個都是一級就必殺我記得 他這個是一級必殺 所以他就是刷 那個第2 這一隻 黑黑那一隻 他是最近的故事的主角 哈里特是不是 但是我沒記錯叫哈里特吧 哈里特沒錯 刷到了 SS 鹿珠的碎片 然後 提水 我靠 期間限定了 那這個 諾維爾碎片 欸不錯耶 還有這個 召喚券 繼續刷囉 來開箱一下 來吧 地池啊 看這會刷到什麼 這次開箱 開到了 翡翠的碎片 然後 賈米爾碎片 還有 15罐提水 這個是什麼 香水草 可以拿來就是 他現在可以刷到那個 訓練場的道具 反正就是 讓沃德 沃德其實 但是我發現也不難用耶 有白金召喚券10張 然後 賈米爾的碎片 剛好最近有 抽到賈米爾 可以把他養上去 這關好都在練沃德 就是直接把隊友秒掉了 順便練一下那個 哈里特的能力 拿到蒼藍的碎片 然後金碎片兩個 這個不錯喔 然後還有召喚券 好 繼續 剛好這些角色好像都有 就是拿到碎片的角色 這一次看我拿到什麼 為什麼哈里特一直在加HP啊 然後其他人都不動 加米爾碎片 喔 艾夏的碎片 艾夏 艾夏的碎片 然後拿到四個金碎片 柯蒂了 好 繼續 我好像還沒有柯蒂蒂啊 小紅帽 小紅帽好像還沒抽到 之後遲早會抽到啦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強的槍角 比較有印象的槍角 好像就是那個 就是那一位 10個蒼藍碎片 翡翠的碎片 5個 我好像還沒抽到 抽到那個翡翠啊 好 終於把黃金這個 藏寶圖都用完了 畢池 又是哈里特 哈里特怎麼那麼好癢啊 這是有白金招腕卷 然後15罐提水 好 那我們就是去看那個 另外一個 為了節省時間我就直接用50個50個用好了 這個有多少個 250個 我現在有幾片 948片 那我就是一次 怎麼又是這個奇怪的數字啊 要差兩個就可以剛好 再玩一次 一次用到250個 地池 這個都沒有經驗值啦 拿到了 提水大爆發啊 75罐提水 75罐提水還有 愛蓮的碎片 25個 再來 再玩一次 其實他們不需要聯繫啊 他打一下就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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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開箱啦 來開箱啦 寶箱開箱 拿到了30個提水 然後拿到很多碎片啊 都是銀和銅的 還有蛇箱 好那我們繼續 這次的蠻爛的 除了提水 提水好像也是 最近提水 我提水好像花完了 我提水好像用完了 我刷 刷那個沃德把提水全部用完了 還沒升 還沒升技能啊 這個招式是放爽了 完全沒有效啊 阿里特一直加HP啊 阿里特一直加HP啊 這次拿到了 欸有這個不錯 白金召喚券25張 然後還有 這個提水有 55罐 不夠了 用完了 我還剩198個 真的很 很尷尬的數字啊 198個 還差兩張就可以再抽一次了 尷尬的數字 不知道可不可以累積到下次再用啊 還是直接無效啦 又是拿到了 白金召喚券5張 然後提水6罐 哇 真的很尷尬啊 地池啊 我又滿滿的提水可以去刷 SS沃德了 喔這次有露珠啊 可是我露珠已經滿了 喔這次有露珠啊 可是我露珠已經滿了 不用再給我露珠了拜託 搞笑嗎 說完啦 這是拿到了賈米爾的碎片 然後哇 提水 用不完提水啊 今天就是把這個財寶洞穴啊 就是 寶藏開箱了 順便就是 看一下提水 提水拿到了 喔這個213罐 然後中的有20罐 這個都是有期間限制的 我要狂喝啦 到11月15號 提水花的差不多了 好吧那今天旭哥羅面上的冒險 就錄到這邊 今天做了財寶洞穴開箱還有 海賊洞窟的就是攻略 那記得訂閱旭哥WK頻道 看旭哥復活血神的 攻略冒險轉蛋 那我們下次見囉